炎炎夏日河出去玩水理所当然是大小朋友的首选 由普里镇公所行政院水土保持局南投分局 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以及地主的农历下 重新翻修完成的桃米清水公园 将在6月3号起展开普里清水节系列活动 除了开放公园内的细水池 并争设水上美学装置 打造细水休憩空间 美化自然环境 周周还有艺文表演 也很好玩 希望爸爸常带我来 就这边很适合带小朋友来 然后家长就可以住在这边 然后小朋友在这里就是会一直玩 可以放松在这里 活动的话会从6月3号开始到8月底 每个礼拜六日都会有假日市集 然后礼拜日的话都一定会有 体验课程跟表演活动 桃米清水公园导入在地优质青年团队经营管理 耳目一新的面貌带给游客全新的幸福感受 活动期间内容有周周艺文活动 体验课程 假日市集精彩又丰富 等您来体验 目前的话我们团队的经营场域有整个清水公园 然后跟旁边的一些周边商店 然后有三系踏使之后会有三系学堂 然后会有一些体验课程在这边进行这样 觉得很漂亮啊 这因为我们从台中市来台中没有这种地方 我们本身就很喜欢来南投或日月团走走 刚好有这个机会来福利就也不错 经营团队规划一系列内容 未来将透过互利共好的模式 维系清水公园免费空间的营运管理 以及清洁维护 目前园区内设有公厕 淋浴间等设施 除此之外 还有规划园区服务台 早午餐店 学堂等等 让前来的游客有个舒服的游气环境 记者曾光佑 普立正采访报道